《 》 那時 耶穌用比喻對他們說 天國好將一個國王為自己的兒子舉辦婚宴 賓客早被邀請了 但他派伯人請他們來參加婚宴時 他們都不願來 這四人莫不關心地走了 有的去了自己的農莊 有的去做自己的生意 其餘的竟然抓住國王的伯人 把他們凌辱之後殺了 國王於是大怒 派兵消滅那些殺人兇手 分為他們的城市 然後他對伯人們說 婚宴已預備好了 但先前受邀請的人實在不配 所以你們出去各個路口 把遇見的人都請來參加婚宴 不論好壞都召集來了 於是婚宴上就坐滿了賓客 國王進來與賓客見面 看見其中一人沒有穿婚宴的禮服 就問他說 朋友 你不穿婚宴禮服 怎能進來呢 那人無話可說 國王就命令隨從說 把他的手腳綁起來 掉到外面的黑暗淚 再那裡咬牙切齒地哀嚎 要知道 受召請的人多 但被損上的人閃 我會做的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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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嗎